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期权 叫look back option 叫回望期权 这种期权什么意思呢 那么它可以分成 比如说floating look back back call payoff 那么它是一个浮动的 这样一个回望的看涨期权 那么这种期权 它的收益取决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final asset final asset price减去minimum price 为什么叫回望呢 是因为这种期权 它是否行权 以及你行权得到的收益 取决于期权到期之前 那么标的资产 现货价格的最高值或最低值 在一个价格的上限或下限 那么如果说我们讲的floating look back call 那么因为是一个看涨期权 所以的话 你最后的收益是取决于 我们最后 那么在到期的时候 我这个资产当时的现货价格 asset or the final asset price减去 我们这个标的股票或标的资产 在我行权之前的这段时间 它的最低值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种期权 它和一般标准化的期权的区别就在于 你的行权价格是变化的 对于标准化的期权 你在到期的时候 你的收益是什么呢 你的收益是最后在到期的时候 我们的现货价格也其实就是这个地方的 final asset price减去什么 减去strike price 而咱们这个floating look back call 你减去的不是一个固定的strike price 而是这个股票在行权过去的这段时间 它的最低价格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是float 浮动的 而是因为这个strike price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固定的值 那么因为在今天 你买这个期权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这个标的资产 在到期之前 它的最低价格是多少的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在今天从你这个角度来看 你这个行权价格是一个不确定的 是一个float price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呢 floating look back put payoff 这个floating look back put 那么这个的话 是我们的浮动的行权价格 回望的看跌期权 那么它的payoff收益的话 是等于我们的maximum price减去final asset price 这个地方的maximum price 价格上限或最高价 是我们这个标的资产 在我行权之前或到期之前这段时间 那么它的最高价值 那么我是否要行权 当然是取决取决这两个价格的比较了 如果说比如说 我在今天买了六个月的 这个floating look back put 浮动价格的 这样一个回望的看跌期权 那么它的期限是六个月 好 那么六个月之后 那么假设六个月之后 到期当天 我的这个什么呀 当天的股票的价格是五十块钱 是五十块钱 如果说在这六个月期间 我这个股票的这个什么呀 股票的最大的价值是七十块钱 这个时候我就会行权了 因为我这个股票在过去这六个月 最高的七十 是超过我在这个期权 到期当天的现货价格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floating look back put 这个这样一个期权 put option 那我们还有什么fixed look back call 那么行权价格是固定的 这样一个回望的看涨期权 那么这种期权的收益 pay off足如何计算呢 那么是等于我们的这个maximum asset price 减去我们的struck price 所以在这个期权当中 它和上面这两种期权的比较在于 就是它的这个什么呀 这个行权价格 struck price是固定的 只不过说呢 它和标准化的这样一个衍生产品的区别在于 对于扩来看 你并不是用在到期当天这个资产的现货价格 去减去我们的行权价格 而是用我们这个标的资产 在你行权之前的这段时间 它的最高价减去这个行权价格 对吧 那么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啊 这个cooperation来看啊 如果说啊 我们的这个cooperation的标的股票 在到期或你行权之前这段时间的最高价非常高的话 那么对你是非常有利益的 非常有利益的 那么大家另外一个的话呢 叫fixed look back put option 那么是我们的啊 价格是固定的回望的看跌期权 那么这种期权的话呢 它的收益等于我们的strike price 这个期权啊 说好的固定的行权价格 减去什么呢 减去我们这个标的资产 在到期或行权之前的这段时间 它的最低价 那的最低价 所以如果说是coared 我们是用这个股票 到期或行权之前的这个最高价 减去行权价格 如果说是put 那么我们就是用行权价格 减去我们的最低价 所以这个也符合我们的看涨或看跌的这样一个什么呀 这个这个这个原理啊 这个原理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shout option shout option 那么shout option的话 你可以你就叫喊叫期权 那么这种期权啊 什么意思呢 首先的话呢 它是一个欧式的期权 但是呢 the holder can shut at one point 那么但是在这个期权到期的具体某个时间点 我们这个shout option的持有者可以干嘛 可以叫一次啊 那么叫一次的话呢 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啊 你的影响就是当你在叫的这个时间点 那么你会啊 这个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行权的价格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shout option到期的时候呢 你也有另外一个行权的价值 你可以把在你这个喊叫的那个时间点的啊 这个access price 行权价值和我们在到期的时候的exercise renew 做一个比较 那么哪个大 你的收益最终就是哪个 同样 比如说我们假设啊 这个期限的话呢 是六个月 啊 是六个月 那么所以的话呢 咱们就设计了两个时间 六个月的话呢 是在这儿啊 假如那么在一个shout option的话呢 给了我一个权利 就是在三个月之后的这个时间点 我可以shout啊 我可以喊叫一次 那么是是否喊叫的话呢 当然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我是call还是put 如果说是call的话呢 我在这是否喊叫取决于我在三个月之后的这个时间 我的现货价格是否超过了我的行权价格 假设我的行权价格是50块钱 那么在三个月的第一个时间 哎 现货价格超过了我的行权价格50 比如说是55 哎 我在这喊一下 喊一下的话呢 假设我在这个时间行权的话 我可以得到55-55块钱的收益 好 这个之后的话呢 到了六个月了 六个月之后呢 我这个期权的期限真的就干嘛到期了 在这个时间点 那么我是 我是比较在这个时间点的股票的现货价格 和我的行权价格做比较 假设在六个月之后的这个时间 我期权到期的时候的现货价格是60 那么减去我不变的行权价格50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我假设行权的话呢 我的收益是10块 所以这地方我最后的收益呢 是拿在这假设我行权 我的收益和在这我行权的收益做比较 刚才我们讲的根据我这个例子啊 你假设在这喊叫的话呢 你的收益是5块钱吗 因为我们假设在这的spot price是55 而在这我们假设spot price是60 所以你行权在这可以赚10块 在这赚5块 所以最终你的payoff 还是在这儿行权的10块 倒过来了 假设你在三个月之后 在这个地方你shut 对吧 喊叫一次 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我的现货价格是60 超过的行权价格50 所以我这儿的payoff是10块 那在我到期的时候 我的这个现货价格是55 我行权的话只有5块钱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最终的payoff 还是在这儿的最高的收益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shut options 当然它也可以是put了 而是put的话呢 就取决于我们在这两个时间点 你的现货价格是否低于行权价格 因为在这样的时候 你才会shut 才会喊叫一次 对吧 所以这个叫shut options 好 我们来看一下亚式期权 Asian options 那亚式期权的话呢 是average price call 那叫平均价格的看涨期权 对于这种平均价格的看涨期权 它的收益的话呢 是用我们的零 或者说我们的平均的现货价格 减去固定的行权价格 所以在这个地方 对于亚式的这种price call option呢 我们是否行权是取决于这个期权到期这段时间的平均价格 是否超过了我们固定的行权价格 所以它和标准化的期权的区别在于 对于标准化的co option 我们比较的是在到期的时候的现货价格和行权价格的比较啊 看一下它是否超过行权价格 而对于我们的average price call option啊 这样一种亚式期权呢 我比较的是我这个期权到期之前的平均价和我的行权价做比较 只有在我到期之前的平均价格 对吧 现货价格超过了我的这个期权的行权价 那么我才会行权啊 但我们还有这个average price put payoff 这个average price put option啊 平均价格的看跌期权 那么这种期权的话呢 我比较的是在我期权到期之前的这个标的股票的平均价格 和我们的这个行权价格比较 我们什么时候会行权呢 就是在我的这个到期之前标的股票的平均价格啊 那么低于我们的行权价格的时候呢 我才会行权 所以我的收益呢 要么是0 要么就是我的行权价格减去我到期之前的平均价格 比如说我的期限还是6个月 行权价格还是50块钱 如果说是一个average price quote的话呢 我就来看一下 在我6个月到期这6个月的时间啊 我的这个股票的平均价是多少 我拿这6个月的平均价和我的行权价做比较 如果说我的这个6个月的平均价超过了我的行权价 是call option我会行权 如果说是put option的话呢 那么我的6个月的平均价格比我的行权价格要低的话呢 我才会行权啊 这个是我们的average price call option 以及average price put option 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两种啊 第一个average strike call 那么average strike call的话呢 那么这个地方它的收益的话呢 是要么是0啊 要么呢是我们在到期的时候的这个现货价格减去我们平均的在一个行权价格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的这个什么呀 你的这个行权价格是不确定的 是取决于在到期的时候的在一个行权价啊 这样一个平均的行权价啊 所以那么你的这个另外一个的话呢 它和一般性的标准化的期权相同的在于 它用来比较的是在到期的时候的现货价格啊 只不如说它的行权价格是一个平均值啊 是一个平均值 那么这个平均的行权价格的话呢 取决于我们这个期权的买卖双方进行协商 你可以选择啊 比如说一组期权 然后呢 你以以这组期权的行权价啊 的这个什么呀 这个平均值啊 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比较的基准啊 那么另外的话呢 还有average strike put option啊 平均的行权价格的看跌期权 那么同样的话呢 它同样是和标准化的期权样的 是取决于我们这个在到期的时候的现货价格 但是呢 它比较的不是我们固定的行权价格 而是双方确定的一个一篮子的期权的行权价啊 所以的话呢 是等于要么等于0啊 要么等于我们的平均的这个行权价减去 我们在到期的时候的现货价格啊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四种类型的亚式期权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exchange options 交换期权 那么交换期权的话呢 就是给了你一个权利 可以用一个资产去交换另外一个资产 比如说啊 给你一个权利 在未来期权到期当天 可以用美元来换什么呀 欧元 这就是一种exchange options pay excise with asset was UT to receive asset was VT 什么意思呢 在今天当我买这种交换期权的时候 就意味着这个期权可以让我在到期的时候 选择是否进行资产的交换 假设啊 我们这个在到期的时候 我需要交换这个资产付的价格的话呢 是这个什么呀 这个是UT 我用来交换的资产啊 用来交换的资产的话呢 价值是UT 那么我可以收到的这个资产啊 那么在T这个时间点 价值是VT 那么你是否交换呢 当然是取决于你交换过来的这个资产的价值VT 是否超过你用来交换的这个资产的UT 只有在我们可以交换得到的这个资产的VT 超过了我用来交换的这个资产的UT 我才会干嘛 才会进行交换 比如说啊 我是一个啊 这个用股票可以交换大众商品的这样一个啊 这个交换期权 那么在到期的时候 我就来看一下 我用来交换的这个股票 在当天的价值 是否比我可以交换回来的这个大众商品的价值要低 低的时候 我才会干嘛 才会去做这样一个交换 才会去行权啊 以低价的资产 交换价格价值更高的这样一个资产 这个叫exchange options 那么这个可交换的资产 也是可以多种的 对吧 也是取决我们的买卖双方这样一个 这个具体的这样一个协商 exchange options 好 那么我们还有basket options 一篮子的这样一个期权 那么所谓的一篮子的期权的话呢 就是它的收益啊 是depends on value of a basket of assets 就是它的这个收益 是取决于一篮子的资产 所以这个是和我们的这样一个 标准化的期权不一样的 标准化的期权的话呢 它的标的资产一般只有一个啊 要么是股票 而且具体是某家公司的股票啊 或者说啊大众商品石油啊 那么所以这个资产是特定的某一个 而咱们basket option的话呢 它的标的资产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篮子的资产啊 比如说像一篮子的股票啊 stocks啊 还有stock indices股指 比如说我标普500啊 我这个指数里面是包括500这股票的 所以并不是具体某家公司的股票啊 另外的话呢 你还可以包括一篮子的这个嘛啊 这个货币啊 currencies啊 我自己篮子货币里面包括英镑 美元日元等等人民币对吧 所以的话呢 它具体的并不是某一个货币啊 这个叫我们的basket options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Venitinity swap 叫波动性的这样一个互换 或者说variable swap 方差互换 那么所谓的这样一个波动性的互换的话呢 指的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固定的波动率 去交换啊 某一个资产 它在某一个时间段的实际的这个什么样 波动性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互换里面的这个标的呢 是股票的波动性 那么这个股票的波动性 其实就是这个股票的回报率的标准差嘛 那么在我的这个互换当中 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波动性 另外的话呢 在我这个互换的每一次结算的时间 我这个股票 它会有个实际的什么呀 历史的波动性 只不过说在我今天这个时间点 我是不知道这个股票在未来每个时间点 它的波动性的 假设我这个互换的话呢 时间的话呢 是两年的时间啊 两年的时间 我每个半年的话呢 结算一次 在我在一个volatility swap波动性互换当中 我有一个固定的波动性 比如说是5%啊 然后呢 我再来看一下每个半年啊 在这半年的当中 这个股票它实际的波动性是多少啊 那么我在根据啊 每个半年这个股票的实际的波动性 和我们这个互换契约当中 固定的这个波动性做比较 然后呢 再来决定我们相关结算的现金流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 它是比较类似于我们的利率互换的 只不过说 你可以把波动性啊 把它置换成我们的利率啊 从现金流的计算是一样的啊 如果说你是固定波动性的支付方 那么你的收益是取决固定的啊 这个波 这个浮动的波动性 和你支付的固定的波动性这个差 那另外的话呢 叫variant swap 方差互换 那么方差互换呢 是它取决的是这个互换的固定的方差 另外和这个比较的这个什么样 基准它的这个实际的方差 那么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啊 波动性和方差的区别 但我们的方差是波动性的平方啊 所以的话呢 两个是非常类似的啊 好 那么我来看一下 介绍了我们这些啊 这么多的奇异的期权 它们的特点啊 主要的话呢 是在于这些期权定义啊 那么来看一下 当你投资了 或持有了这样一个奇异期权 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对冲 你这个奇异期权的头寸呢 那么一个原理的话呢 其实和我们以前其他讲 讲的其他这个对冲的策略 这个方法是一致的啊 就假设如果说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策略 叫static option replication 就禁止的期权的 这样一种什么啊 这个这个模仿的啊 或者复制的这样一个对冲啊 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啊 searching for a portfolio of actively traded options that approximately replicate the exotic option 就是我去构建一个什么呀 交易比较活跃的这些期权的这样一个衍生这个投资组合 那么我确保我构建的这些期权的投资组合 他的payoff收益 是可以复制我的这个奇异期权的啊 那么当然一般我构建的这一篮子的期权投资组合 当中所包括的这些期权往往都是我们标准化的期权 是吧 好 那么我用这些期权构建这样一个期权投资组合 那么我通过巧妙的构建 使得这个期权组合 它的payoff收益 那么等于我们这个奇异期权 那么这样的话呢 啊 那么我就构建了这样一个啊 这个收益和我的这个什么样 奇异期权投寸是一致的 那我如何做对冲呢 我去做空它 因为所谓的对冲的话呢 取决你当前的投寸嘛 比如说你当前奇异期权的投寸是多投 你持有了这个期权 那么你就做空 你构建了这样一个期权的投资组合 所以exhaust exotic option is hatched by shorting this portfolio 通过做空啊 这样一个投资组合 但如果说你的奇异期权投寸是空投呢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持有或做多 这样一个期权的投资组合来进行对冲 那么当然至于你如何构建这样一个啊 可以复制我们奇异期权的这样一个期权投资组合呢 这不是咱们这个地方学习的范围啊 你只需要把这个原理给掌握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道题啊 这道题的就是说啊 on th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would the value of an up and out call option be zero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这样一个up and out 它的价值会为零 那么其实就问你这什么时候你这个期权是不会行权的 是会作废的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up and out的话呢 是一个价格上涨的失效的看涨期权 也就意味着它的标的是一个corption 但是呢取决于这个未来的现货价格是否会上涨 超过我们所规定的这样一个bury price 触发价格 一旦未来现货价格上涨 超过了事先就规定的触发价格bury price 那么你的这个corption就干嘛out就失效了啊 那么所以的话呢 什么时候会失效呢 我们来看一下 A the strike price is above thebury price 如果说我们呢 这个corption看涨期权的行权价格 是要超过我们的这个什么呀 超过我们的这个触发价的 哎这个时候它的价值是会为零吗 会为零 为什么呢 因为当它是一个up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现货价格 是要比我们的这个触发价bury price要低的 因为我们之前讲的 如果说你今天的现货价格spot price 是超过这个bury price的 这个期权马上就会生效了 所以这样的期权和一般的标准化的期权 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好 所以的话 这种期权要想被交易 必须是有个前提的 就是今天的现货价格 是要比我们的这个bury price 触发价格要低的 关键你之后 你的这个期权是否会生效或作废 取决未来现货价格的走势 那么因为它是一个up 就来看一下未来的现货价格 它是否会上涨超过我的bury price 超过之后 我的期权就会生效 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我今天的spot price 是已经比我的什么呀 比我的这个bury price 是要低的 说明我今天的spot price 肯定是要比我的strike price 要低的 对吧 因为我们这地方 A说strike price要超过bury price 而今天的现货价格 又是要比bury price要低的 所以的话 我的spot price 那肯定是要比我的strike price 要低的呀 所以这样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coption 所以的话 由于今天的spot price 是低于我的strike price 所以再一个coption 在今天来看 它的价值是为0的 所以这个答案的话 就是选择A 那么在这儿的话 我们就是这个章节 15年新增加的 exotic option 七一七权的这个内容 那么我们讲了很多的 七一七权的类型 重点的话呢 去理解这些不同的期权 它能 以我们的标准化的 期权的这个区别 另外的话呢 要具体的知道 这些期权 它到底给了你什么权利 比如说我们的亚时期权 我们的这个binary option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这种 lock in lock out 等等 内容很多 种类不少 所以希望我们的同学 花心思 再去记一记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任务的学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